Reopen Teriyaki Open Teriyaki, Coming Right Up 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目標是要遠端控制家中門口的便當所 希望不影響原先中繼器開鎖與門口對講機的功能 達到只要用一支能夠連網路的智慧手機 就能開門的目標 在蝦皮找到了一台支援刷機改HomeKit的Sanoff設備 這台設備透過Wi-Fi連線控制不帶電的乾階點 透過通電開鎖或斷電開鎖來控制電鎖 一般的使用狀況是門口機按鈴電話聲響 拿起話筒後接起外線按下緊字鍵就可以開啟電鎖 用電表量測中繼器的AC和EL兩點 發現中繼器只是按下緊字鍵的時候才導通給電壓 所以改裝遠端控制如果單純使用沒有供電的乾階點 就算導通了也沒辦法開鎖 因此先將中繼器的Jump6改成無輸出電壓 再來外接一個12V直流電的變壓器 讓中繼器在沒有按緊字鍵的時候都有電壓 變成只要Sanoff導通或者是電話按下緊字鍵導通時 兩種情況都可以開啟電鎖 設備連接HomeKit的操作也是非常簡單 確認連接110V電源後 手機Wi-Fi搜尋會看到Home Control的相關SSID 點選進去後出現Sanoff掃描到附近所有的SSID 選擇你要加入的 輸入密碼後會自動跳轉頁面 手機也會自動跳出設備的Wi-Fi訊號 確認已經連回到HomeKit中樞的網路後 打開HomeKit App 選擇新增設備 手動輸入 再來輸入配對碼16881688就完成了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連線的穩定度 目前我的Wi-Fi傳輸骨幹是使用Unify全家餐 HomeKit的控制中樞則是HomePod mini 目前使用將近兩個禮拜都沒有掉線或者無回應 反應的速度也非常靈敏 算是非常滿意 感謝大家的收看 若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一場 若有任何問題都表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